OdioJungle 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,却颁发给了英基-18反舰导弹,英基-18与东风31相提并论,科见英基-18有多重要,英基-18采用了70%的新技术,而以往的反舰导弹,仅仅采用30%,同时英基-18还是一种亚音速和超音速相结合的导弹,众所周知,亚音速导弹射成远,但是飞行速度慢, 容易被拦截,突防效果不佳,仅为超音速导弹毁伤的一半左右,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快,容易突防且毁伤效果好,但是射程近,仅有亚音速导弹的四分之一,英基-18兼顾亚音速和超音速的优点,亚音速略海巡航,超音速攻击敌舰,英基-18在距离敌舰40公里左右,会进入攻击模式,速度最大可达3马赫, 还具有S型机动变轨能力,60秒左右就能攻击到敌舰,留给敌舰的防御时间不足一分钟,敌舰既能依靠近防炮,这种一秒万发,来简单应付, 英基-18携带的300公斤单头,一枚可使万吨级舰艇,瞬间丧失作战力,航母挨上一枚,也得伤筋动骨, 英基-18最大的难点就是两个发动机不兼容,亚音速航空发动机工作时,超音速火箭发动机要处于待机状态,亚音速完成巡航,超音速要立刻启动,同时两者还不能相互影响, 由此可见英基-18的难度技术是非常大的,英基-18还衍生了多个版本,轰6K,歼16等战机挂载空机型英基-18, 舰载版英基-18,可以提升水面舰艇的打击能力,最新型052D导弹驱逐舰已经发射过舰载版英基-18, 对轴四盾舰威胁非常大,威力最大的,当属前射版英基-18,射程可达600公里,可使我国前射反舰导弹攻击区域扩大600倍, 现在前射版英基-18导弹,可360度无死角攻击,远超先前扇面向前攻击, 使我国093B型核潜艇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下航母杀手, 毕竟你你自己航母最大预警范围才500公里,因此,英基-18研制成功, 对我国海军有着重大的意义,我国的海域,将会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